校哥 对于小豆豆来说,八学员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新鲜事。 小豆豆仍然喜欢早早地到学校去,等待每天早晨的到来都是那么漫长。 而且,每天放学回家后,都要对着牧羊犬洛基还有爸爸妈妈说个不停, 想什么,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,有什么有趣啦,真是大吃一惊了之类的。 直到妈妈说,先歇一会儿再说吧,吃点点心怎么样,不然的话,她简直停不下来, 而且,不管小豆豆对学校已经有多么熟悉了,她每天要说的话,还是有一大车那么多。 不过,有这么多话可说,也是很难得的,妈妈从心里感到欣慰。 有一天,小豆豆在去学校的电车上,突然想起一件事, 哎,八学员没有校歌呢?这么一想,她就巴不得早早地到学校去,明明还有两站路才到, 但小豆豆已经站到了车门旁边,为了在电车到达自由之秋车站的那一瞬间, 自己能够立刻跑出去,小豆豆做好了预备跑的准备动作。 到了下一站,车门打开后,有一位阿姨刚想上车,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车门那里做好了预备跑的动作, 以为她要下车了。 但是,看到这个女孩只是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,不禁奇怪地说,到底是怎么了呢? 一边说着,阿姨上了车。 就这样,等电车到站以后,小豆豆下车的迅速劲儿,简直无人可比。 年轻的男乘务员用潇洒的姿势,从还未完全停稳的电车上, 一只脚直到月台上,一边下车一边说,自由之秋车,请下车的乘客。 这个时候,小豆豆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检票口外了。 到了学校,小豆豆上了电车教室。 立刻向仙道的山内泰二军问, 哎,泰二,你知不知道咱们学校有没有笑歌? 喜爱屋里的泰二用沉稳的余调回答道, 好像没有吧? 嗯?小豆豆一问正经地说, 我觉得还是有笑歌比较好,我以前的学校就有一首很了不起的笑歌。 说着,小豆豆大声唱了起来, 喜足池水虽清浅,能为伟人之胸怀。 这是以前学校的笑歌,虽说小豆豆只在那儿待了几天, 而且,这首笑歌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,也未免太难了些, 但小豆豆倒是记得很准确。 不过,小豆豆也只记得这一句了。 听完之后,泰二显出很佩服的样子,轻轻地摇了两下头,说了声, 哦,这时,别的同学也来了,大家对小豆豆唱的难懂的歌词, 都显出又尊敬又向往的样子,说着,哦。 小豆豆说道, 哎,我们请校长先生写一首笑歌怎么样? 大家也都有这个想法,就是,请校长先生写一首吧, 说着,大伙向校长办公室走去。 校长先生听了小豆豆的歌,又听了大家的心愿,说, 好的,明天早晨一定写好。 大家说了声,那就一言为定,就又纷纷回教室去了。 第二天早晨,每一个班级都接到了校长先生的通知, 要大家全体到校园里集合。 小豆豆他们满怀期待,兴奋的心砰砰直跳。 大家到校园集合之后,校长先生站在校园的正中央, 拿出一块黑板,说, 大家看,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八学园的小格。 说着,校长先生在黑板上画出五线谱, 写了下面这样的小蝌蚪。 八学园,八学园,八学园。 然后,校长先生把手高高地仰起来, 像指挥家那样,说,来,大家一起唱。 说着,校长把手向下挥去, 全校五十名学生都随着先生唱了起来, 八学园,八学园,八学园。 只有这些。 趁着歌声停下的瞬间, 小豆豆问道, 校长先生很得意地回答, 是啊。 小豆豆大为失望, 对校长先生说, 再难一点就好了, 就像洗足池水虽清浅这样的。 先生脸红彤彤地笑着说, 不喜欢这一首吗? 我倒觉得这个挺好的。 结果,别的孩子们也说, 这么简单的歌还不如没有呢? 也就是说, 孩子们不肯接受这首校歌。 先生看上去有点遗憾, 但并没有生气, 只是用黑板擦把校歌擦掉了。 小豆豆觉得有点对不起校长先生, 但是又想到, 我们想要一首了不起的校歌, 不想要这样的,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 实际上, 那首简单的校歌, 饱含着校长先生热爱学校, 热爱孩子们的感情, 能把这种感情如此简练地表达出来的校歌, 应该没有第二首了吧? 可惜的是, 孩子们还不能理解这些。 后来, 孩子们也都忘记了校歌的事, 校长好像也觉得不需要了吧? 因为他用黑板擦把校歌擦掉了, 结果, 八学员始终没有校歌。